好,各位平哥老师好,我叫薛斌,今天24岁,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爱的钢琴手》,但是这首歌的话,我是把它稍微放慢一点速度唱,睡一下心的感觉。 太多是脚步多,太多梦太唱中,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或是钢琴手,为一件事人生半套,你听我唱过,拿了友情分享的水果,失恋只是一把的落寞,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 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半时渾行动满云愁,我只要双手和秩序的感受,在黑白的上游走,只留下一些温柔。 好,就是声音也很好,而且是情感很老板,但我这首歌应该是,快小学? 呃,吴斯坦。对,小五歌。因为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两个难度,其实进去的时候有一些是反拍,就是很软抓的,而且他唱的时候很有跃动性, 那反而你这样的感觉呢,是突出你的嗓音,你可取的跃动性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到,就是很人性的感觉。 对,对。 是不是再给我们演唱一些别的,更适合你嗓音的? 嗯,那我就唱一首,其实只有很多歌,然后我想试试看这首歌如果按照原本的速度。 嗯,我提醒你,前面唱的时候呢,音量呢,把握得不是很好,有些音量太小了,感觉都破了,然后有些就特别轻, 你把话图稍微,不是说那道,稍微那个式的音量,稍微自己调节一下,好吧。 加油啊。 好,谢谢。 第一套,保护体操。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掌声。 哎,掌声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我前面还很少听到有歌手上台的时候有,就是相应的掌声,我希望,同样,再给一点掌声给刚刚所有的,选手,好吗? 好。 好,再给点掌声给,接下来要上场选手,来。 你听我一点掌声,好,都给都给,好,掌声五分钟你就不用唱了,好吗? 现在放松了吗? 啊,还好很多,还好很多。 你很帅,我觉得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刺气,是吧?好不好?来,加油。 他就唱原,原素的一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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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原作比較好 那我看你應該是有很多舞台經驗的人吧 對 我看好像你說你是一個樂隊的主唱 是是是 因為這個要搬到很早以前 因為也喜歡玩音樂 之後出來的時候就 認識很多很棒的樂手 然後就一起做樂隊 你們這樂隊是搞什麼呢 主要是風格的 搞音樂的 什麼風格呢 風格的話就是大概現在流行的東西 然後有的時候會做一些比較偏好 稍微重一點點 但是會帶很多帶有新的元素的東西 那是pop 不是rock 會帶一點poprock的感覺 所以你說你們除了五月天 你們都不把其他的joko樂隊放在眼裡什麼 其實很尊重 要緊急的回答 我知道肯定會有一點 不要藐視黎青老師原來的樂隊 我哪有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音樂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要尊重的 然後 把你喜歡的東西真正融入在裡面 然後展現出自己的一個風格 就是我們樂隊要走的將來的一個風格 然後 其實中國有很多 好 其實有很多好的樂隊 但是 真正沒有 紅出來的有很多 其實現在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好像其實除了五月天 對於我們熟知的年輕人的比較紅的樂隊還是比較少 是是是是 然後我 你還是模特兒 呃 模特兒 有的時候會寫 所以你有拍過廣告或者是平面之類的 呃 以前有過 因為這張臉不拍就可惜了 很厲害 真的怕自己 然後就 確實在 你在唱的時候那個有有點像那個 范怡誠 笑起來有點像這個 對對對 范怡誠 你笑起來的時候 我希望我笑他 因為 不要像同學的郭德剛就行 我知道林靖是誰 范怡誠是誰 范怡誠是誰 你都不用解釋 不用解釋 那你既然有這麼多的舞台心理 你猜一下你一定過還是不過 我希望過 然後 他又不是有可能算命的經驗 你為什麼會來中國共知生的舞台 呃 因為這個要追溯到之前 我朋友最近我看的那個 American Idol 原版的 我看的是 就是Adam的那一集 然後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就 下定決心 如果中國有我看就回來 你是看他整個歷程嗎 對對對 都有看 那個我能多佔用點時間 你說是 其實你唱得不錯 然後呢 呃 我覺得按照你的唱歌能力 剛才 剛才那首歌太簡單了 你有沒有難度再大一點 因為剛才那首歌 其實 呃 音域 不破 其實你的 音色來說 音域應該更廣一些 可以唱的 可以唱一些難度更高的 愛的其他首 其實剛才那首歌已經很好 就是我 我只是想有沒有更難度高的 所以機會給你了 如果說你這首 你前列發揮得更好的話 說不定時空轉就沒了 OK 好 你可以想一想 平時最拿手的歌曲 那我就 其實有很多很多就是音樂 用來發揮的 用來 比如說 比如說標高音啊 對 你們出去表演 比如說炫技啊 就是你 用來跟 呃 同行啊 或者朋友們展示你的那個 能力的那種歌 唱四個都不要 OK 好的 然後你就唱一首 比較難的 那個 楊宗偉的 楊宗 好 我可以直接 我上了 是不是 我開始 不是 Sorry 你唱不唱 我來唱 給我第一句 呃 什麼 哪一首 楊宗 楊宗 我來唱四個吧 真的 你不要 尷尬 尷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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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從第二段開始起 因為我 好 我給你第一句 然後你從第二段開始 拍給面子 如果你眼神能夠為 片刻的照明 如果你能聽到心碎的聲音 沈默地守護著你 沈默地等清醒 沈默地讓自己 像是空氣 聽你說你和你的大 曖昧的空氣 我和我的之前 我和我的沈默 中的雲火群 沈默地 我沈默地 就像一顆洋蔥 永遠去dad 高興 我可希望能與你 有一秒專屬的劇情 如果你願意一次一次一次的 撥開我的心 你會發現 我會壓抑 你是我最壓抑 最深處的秘密 如果你願意一次一次一次的 撥開我的心 你會比賽 我有了你 謝謝 他只是拿起來看一下 沒有準備要給你們講完的 我還是希望對我的最好是就嚴格一點 我很喜歡聽到 這首歌差不多是近期流行樂壇最難的歌之一 又沒有伴奏 又唱成這樣 而且我們是聽得到琴展是放得進去的 這已經非常好 已經屬於蠻高級的 而且還單單這樣的形象 你會唱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在綜合手評 不管是形象也好 唱歌也好 其實兩者都給你加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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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所以 所以 我們要恭喜你了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我 我最後再補充一句吧 因為唱歌他們 他們 因為都已經平了 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像Adam一樣的話 有一點 你應該更加刺激 更加鋪開一點 因為很多人就說我要像誰 我要做誰 我不要像誰 然後我那個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要像他一樣成為 就是 比如說 Chinese Idol的話 你應該錄得氣勢一點 嗯 你應該一上來拿手就可以震撼了 包括 尚老師說覺得這首歌 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你要 你要做一個偶像 你一開始就應該有那種 一往無前 牛逼的氣勢 謝謝 不然就傻了 所以我希望你以後更加放開一點 一上來就是那種 氣勢就要壓住全程 好吧 謝謝 謝謝 謝謝幾位老師 他因為只說你要不要吃人家白癡 你壓住天海都死了 我明顯發現你在聽馬拉夫說話的時候 有個人心不在意 他就看著這張卡 我做嘴了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恭喜你 可以直接上台來 你幹嘛你要是照顧每一個 是吧 你這樣的行為是讓很多選手都很鯨魚的 我跟你講 你是隨便挑釁一下 下一位按著三號 好 下一位